从国际冠军杯两场比赛到最近的一甲第三轮,C罗大林的尤文只输了一场比赛,那就是8月5日,尤文对着皇家马斗里的那场比赛,黄马这边贝尔,阿森西奥联手攻进三个球,凯亚哈尔进了一个乌龙球,而尤文这边全场没有进一个球, 而C罗群场也是没有进球机会,最近一甲的三场比赛虽然都胜利了,但是C罗仍然没有打破进球荒,而连续三场没进球,C罗被开会引起网友们的热议,惊吓C罗过意的转会费从黄马加盟友们,就引起了联盟和球迷们的担心,C罗是不是有点任性了,在黄马有着全联盟最好的队友,虽然钱少点, 但是能够轻松夺冠,如今来到尤文,连续几场比赛C罗仍没有找到节奏,或者说打得很累,完全没有在黄马时候那样轻松,随后网友们就吐槽,C罗离开黄马注定只算半个球星, 而真相真的如同球迷所说的这样吗?很明显不是的,一句话,大家不要紧用进球,与否来评判C罗的作用和价值? 包括其他球星也一样,就拿最新机场比赛过程来看,C罗在场上的作用,全队级教练人物共赌,所以希望尤文的球迷理性一点,这才三场比赛,希望这些球迷们都给尤文和C罗一点时间, 毕竟C罗是人,他需要找状态,换了个环境,换了队友,现在的他肯定是迷茫的,不管怎样我相信C罗及其游轮的目标只有一个,那就是夺冠,所以我想,谢C罗在接下来会调整好自己的状态,西瓜走了,小迪也就不好踢了,建议小迪改踢中锋位看后卫,另外满足及其中锋,C罗左边方, 到格拉斯克斯坦右边方,这样可以充分发挥C罗和曼朱吉奇的作用了。